中超联赛第27轮迎来了一场生死大战,上海上岗在广州恒大帅,先赢球的情况下,主场迎来了定履山东武能的挑战,上岗必须赢球才能继续保持几分榜的领先位置。 最终上海上岗不负众望,凭借胡尔克和吴雷的双手没开二度,球队4比2完胜对手,而吴雷再次成为球队的赢球功臣,他在打进第一球后,的两个举动更是赢得尊重,令人动容。 由于断轮比赛中,排名射手保第二位的伊哈洛和第三位的查哈维都在比赛中取得了进球,这也让射手王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吴雷压力不小,在比赛第16分钟的时候,上海上岗就在主场率先取得进球。 吴雷在中路接到队友吕雯军的传球后直接不停球完成一脚爆射,皮球直接攻破了鲁能的城门,这个进球也让上岗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 至此,吴雷已经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中取得了24个进球,只需要两个进球就可以追凭李金与保持的26球本土球员中超单赛季进球记录,而他的中超个人进球也来到第99个进球,距离百球记录只差一个。 而在比赛第25分钟的时候,吴雷又凭借自己出色的前插跑位,和过远为上岗的赢得点球机会,这是他创造记录的绝佳机会。 然而,吴雷却没有抢攻,为了球队的利益,他还是把这个点球机会交给了队长胡尔克,后者轻松破门成功。 而比赛第45分钟的时候,吴雷竟然在禁区内第二次制,带了鲁能球员正正的手球犯规,上岗又一次获得点球机会,而吴雷这次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他还是把这个点球,让给常规主罚者胡尔克来踢,后者完成没开二度,上岗也分比零领先,该属于吴雷的还是会到来。 比赛最后时刻,吴雷在禁区内用强点补射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中超第一败球,而吴雷在这场比赛两次主动闹出点球,无疑令人感动,也赢得尊重。 他在本赛季中超已经打进25球,而这25个进球中,竟然没有一个点球。 这就是吴雷令人钦佩的地方,不愧中国足球当今第一人,希望上岗赛季结束后一定给他留凉的机会,老球中超球瓶。